愚痴 对不对 原谅他吧 你知道吗 我也被人家骂 我在印度 我看到贫穷的人 断手断腿的 我给他钱 他还骂我钱不够给他 对不对 那你怎么骂 我是一个拉玛 我一个法师 我给钱他 我还要给他骂 哎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我想说他在磨练我 我心里就不起称心了 这就恭喜你 你这是真正能够控制你的念头 这就是你是佛弟子 你是一个佛弟子 跟不是一个佛教徒 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 你慢慢修 慢慢慢慢修 修到像金刚经一样 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做忍辱先人呢 对不对 被割力王杀的时候 他真正能够不起称心的 他还发愿我能够度你而成佛 这真的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慢慢训练 所以你要先知道一个 无我 空 跟无常的道理 接下来要无生 无灭 跟无体性 所以念金刚经为什么要常常叫你 无焉耳逼舍生意 无舍身相畏处法 比如在人家骂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是在受不了 你就坐在那边 心里念 波耳波罗蜜多心经观 自在菩萨行身 波耳波罗蜜多时 你就念 念它就会有力量 力量告诉你 外面是假的 外面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要执着 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绝对不要发脾气 你会产生法的力量 这是真的 让我讲一段落 因为这个经文会讲到 二十九页的时候 我会讲一些建议这位修 波耳波罗蜜的法门的方法 所以请看 此初世间的高层智慧 包含六种 哪六种呢 请看 一 破持诸法为实有的 比方说常见 常见就是一般人 不是学佛图的 或道教徒的 人死了永远当人 狗死了当狗 猫死了当猫 这个叫常见 这是错的 因为常见 所以他天不怕地不怕 我曾经遇到有一些 在国外遇到不良少年 对不对 他对人很不好 最后呢 我用英文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对不对 我说你死了以后 你将来可能会不好的结果 他说 我死了以后 我还是一个很壮的男生 我说No Maybe you become a snake 变蛇 或spider 他吓了一跳 我会做蜘蛛 我说会啊 佛教就是这样讲 你以为你死了以后 一定还是做人吗 不一定的 为什么呢 这些人呢 很可怜 常见 就是他认为 人死当人 狗死当狗 猫死当猫 在印度里面呢 婆罗门永远当婆罗门 奴隶永远当奴隶 这是错的 所以 学空性的 像文殊师利菩萨 就要破置这个第一类 第二个 破置诸法为空无 这叫断剑 就是没有因果 人死了如灯灭 就像这个灯 吹一下 就没有了 讲个笑话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 叫Fabi Young 没关系 他不会听到这个录音带 因为他听不懂中文 他是我在纽西兰留学的好朋友 对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长得很帅 他是法国人 大家知道 法国人都很喜欢 因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美食 第二个是美酒 第三个是美女 跟性欲 他有一天问我说 星红士啊 他叫我英文名字 Harrison How boring your life is 你的生命真的很无聊的 不能吃肉 要吃素 每天读经 又要打坐 对不对 你不是很无聊吗 对不对 我说不会啊 我每天很欢喜的啊 我出国留学 我很辛苦 我很忙啊 煮饭 买菜 洗衣服 我要自己做很多很多事 还要去图书馆 要写paper 他说我每天都看你呢 就在打坐啊 送经啊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说不会 我心中很欢喜 我就跟他讲 晚上皎洁的明月 他听不太懂 这样子 那他就说 干嘛那么用功呢 人要么那么辛苦 人就是 Enjoy your life as much as you can 就是好好的享乐嘛 我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他说 因为人死了 什么就没有啊 我说不会吧 他说 我觉得人死了 就像泥土一样 回到大自然 那我问他说 那大自然 你从哪里跑出来呢 他说我没想过 他刚开始跟我讲说 对不起啊 我说的是 事实不是批评基督教 天主教 他刚开始是从基督教教会出身 可是后来他不相信上帝了 为什么 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 没念书 说 God please bless me and pass the examination 上帝请保佑我 然后能够通过这次考试 结果那次呢 他考零分 被他爸妈妈打 I never believed God God didn't exist 所以他回去呢 被妈妈毒打一顿 他从此就不相信上帝了 我说 上帝遇到你也蛮头痛的 那他现在是什么都不相信 这就是什么 断见的人 可是他这辈子很帅 很聪明 我就跟他说 是因为你做善事而来的 他说我又没做什么善事 答案是他是 Fireman 就是救火源 他从法国得到奖学金 到纽西兰念书 那他的朋友呢 问他说 你可能到纽西兰吗 对不对 他说我绝对不相信的 因为他好朋友就告诉他 你不要去纽西兰念书 那你们这种名 Mountain Ship and the Shipt 就是只有山 河流 绵羊跟棉石 他说你在新加 他在法国 对不对 每天就要night club 要咖啡 要跳舞 要唱歌 要女人 要酒 要性爱 你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不过最后他真的活下去了 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 人生呢 人死如灯灭 断见 那我跟他说 其实你这辈子得来的福报 是你修来的 因为什么 他这辈子当救火源 是他good karma 好的业力 所以他觉得 救火反正在法国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也是很高的薪水 他救过救过很多人 他甚至还有一次很高兴 他甚至讲故事给我听说 他还冲到一个火宅里面 救出两个小朋友 我跟他说你这个行为很好 但是他不是因为因果相信而去做他 他觉得这只是我的job my duty 知道吗 我的责任而已 所以这样的人很可怜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这样的话很危险哦 你所做的善事就好像银行里面存着钱 我比喻他 我说你有bank account 你要存钱 可是你钱永远有一天呢 都会用完的 假如你不好好修行 他竟然跟我回答 他说 那我钱没有人就找你和尚啊 你会给我钱啦 他蛮聪明的 断见的众生是很可怜的 第三类 执空的过失 像中国道教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听到佛经的空 错解 天也空 地也空 山也空 水也空 肚子都空空 道教就写这种啊 这叫执着空的过失 空不是这样 空是可以显现妙有的 第四个执着能锁的二相 注意听 能锁二相就是这里 看这里 我现在拿一个索拿的茶杯 能拿的是谁 新红法师 能拿的是茶杯 这个叫能跟索 知道吗 有能跟索 现在讲经的是新红法师 听经的是各位联友 所以这个叫能 这个叫索 简单扩大里面叫二元对立 就是有好跟不好 有长跟短 有男就有女 有好就有不好 有完美就有不完美 有清净就有不清净 这叫能锁二相 知道吗 可是你说执着这个的话 这也有过失的 为什么呢 注意听 在禅定里面 是没有能锁二相的 事实上告诉你 你现在说 哦 你看我们经文听完经 我要回家了 我是能 我要回到我所住的家 对不对 这叫锁 事实上 这是我们凡夫因为业才这样 但是若你在修行啊 修到好的人能锁突破的时候 第一个要平等心 你看好人对他也恭敬 坏人你也会对他恭敬 佛教徒你会恭敬 非佛教徒也有恭敬 这就恭喜你突破能锁的过失 这个不太容易 就在你公司行好里面呢 好的联友我对他很好 同事啊 We are good friends OK let's go out have a dinner or lunch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一起去吃饭 可是突然有一个 你最讨厌的 Can I join with you Sorry today the weather is not very good 那有一个很讨厌的鬼来跟你讲说 我可以参与你的这个吃饭吗 其实你若是一个菩萨的话 你应该说 OK welcome 你应该说 也欢迎他跟你一起去吃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挑呢 好的同事吃饭 我们都不喜欢那种 不好的同事吃饭 因为你不要他吃饭 所以永远你跟他不会好 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 让他了解你 你也没有给他机会 你关怀他 佛教徒就是要从这里做 这个就是你成佛的资粮 各位 加油加油 明天开始做 知道吗 不喜欢的老板 你还有慈悲心对他 人都会被感动的 因为人有佛性 所以这里讲 执着能锁的二相 不要哗啦哗啦 只是文字做过 我告诉你 我刚开始学佛之前 我也是呢 经国英雄 知道吗 那我也是呢 得理不饶人 好坏就分得很好 很清楚的 像侠客一样 好的人我对他很好 不好的人 get out 可是我学佛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有佛性 我只是看到了他的缺点 所以我就开始学 学佛经理讲 众生都有佛性 好那不喜欢的同学 人家不喜欢的同学 我主动去关怀他 后来我变成全班人员最好的 后来呢 我出家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不相信 都说你头脚坏掉 你脑筋坏掉 他说 他说 这个世界上 失掉了一个人才 我说错 佛门多了一个人才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师专的同学 我全部还联络 我小学 国中师专 跟佛研所的学生 同学 我都还联络 为什么 人家不包容的人 我愿意包容 因为我们自己 也不是完美的 所以读这一段 能所二职的过失 要去努力 从你最讨厌的人 最不喜欢的朋友 对你早茶的老板 跟你讨债的冤亲债主 或者你应该去面对 你要感恩他 让你修平等心 跟忍辱波罗蜜 不然你还去哪里修啊 对不对 你成佛的时候 你真的会像 释迦摩尼佛 法华经理这样 叫常不清菩萨 你会感谢他的 虽然那时候他骂你 你真的很难过 你也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你说 I don't like you 对不对 你心里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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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卖的时候 师父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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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挣扎 没有错 可是你若能突破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啊 心量会广大无边 你的功德 就是从心里面的 超越而产生的 所以我出家 二十一年来 到现在 我还修礼敬诸佛 我再举一个例子 给你突破 能所二相的过失 很重要啊 注意听 因为这个今天讲的是 波尔波罗蜜 举个例子 各位新加坡联友 都很有福报 现在吃树都吃得很好 台湾我们佛教徒 吃树也吃得很好 从最小吃的叫树 芥娃煎 树怎么烧麦也有 然后还有 Puffet 还有呢 塞米粉 什么都有 反正都有 所以台湾跟新加坡的联友呢 都有时候会被宠坏了 吃得很好 我第一次去尼泊 卡德曼都的时候 加德曼都啊 回来以后 还有印度回来以后 我发觉 我一碗面哦 我就饱了 因为那边东西吃树真的很难 吃的东西很脏 也很落后 也不卫生 可是你会觉得 那边人都能活 所以你习惯了 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定要好吃的 吃营养的 而且呢 还要精打细赚便宜的 慢慢你去朝圣回来呢 好的坏的 你都只要能活哦 你就吃啦 对不对 慢慢你朝圣回来一次 你会发觉自己住在台湾或新加坡 或东南亚佛教国家是很有福报的 慢慢你的心就不会挑剔 也不会分别 好的也吃 不好的也吃 我知道每天 每个礼拜天 心描 心智 心觉 都说 哎呀 我们又要来过堂了 真是欧弥陀佛 对不对 就是加减吃 好啊 训练你 不要太宠坏了吗 对不对 你闺蜜三宝就吃三宝的食物 其实这就很健康 所以我们在世俗里嘛 我们会挑好吃的 不要吃不好吃的 或挑营养的 不要不营养 其实这是能锁的分别 老实跟你讲 那修到最后是什么呢 注意听 好的也能吃 坏的也能吃 有东西吃跟没有东西吃 心都很平静 我就恭喜你 现在我也真的呢 我走到哪里 我自己煮面啊 或是人家供养我 好的我也能吃 你请我去灵芝 我因缘成熟 答应我也吃 可是你请我呢 吃一个栽米粉 我也吃啊 不会饿就可以了嘛 你会发现 你不会像以前这么挑剔 以前是好坏 差距很大 现在好坏都可以 只要能活就好 你知道吗 South Africa里很多人 是没得吃啊 这个就恭喜你 突破了能锁的执着 但注意听啊 这一点是要求自己 不能要求别人啊 明天呢回去 老公 我今天就磨你的平等心 你失去了慈悲心啊 不可以这样子 请看第五个 随便煮一碗面呢 就应付老公了 这样子 第五个 解脱一切众生的菩提大道 你真正要破除以上四种执着 才会知道 佛法是救度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 你发菩提心 而度一切众生 第六个叫 解脱的自信就是涅槃 了解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这个比较深一点 有空请你去听 普贤十大愿 我有讲过 好 这个是初世间的高层智慧 好 请看经文 第二十七页 第七行 以般若波罗蜜 是诸菩萨姆 为菩提的出资粮 可见我们学佛 第一个要学智慧 尤其是般若空性的智慧 叫般若波罗蜜 何以故呢 因为它是最为殊胜的 比方说 在身体当中 眼睛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我们都要保护眼睛 我们常说眼睛为灵魂之窗 对不对 尤其是各位新加坡联友 你们开车的还好 如果骑车的联友 除了要戴安全帽之外 我建议你要戴墨镜或眼镜 新加坡很酷的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 开四轮的轿车 跟骑两轮摩托车 是分开的 不同的路线 我们的摩托车 不可以上Superhighway 高架潮的 因为台湾比较大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咻一个过去 哇 骑黑的 酷 蛇形 我还有一次看一次 那法师 更酷 两个人咻 哇 很危险很危险 为什么呢 注意 一个风沙来了 眼睛眨到 眼睛眨不到 你可能就撞到东西了 所以戴 骑魔车的联友 奉劝你 听新红法师的建议 戴安全帽之外 还要戴墨镜 真的很重要 挡风沙 你能够买那个血的镜子 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以这个辟语就告诉你 眼睛是什么 波罗蜜 身体是五度波罗蜜 再来 猪身份中 头最殊胜 身体 假如现在举一个例子 很不幸 突然有一个人发了 发生了 车祸 他断了手 断了脚 可能还能活 断了头跟心脏 那就没办法活了 救不回来了 所以头是 以所有各个身体的部位来讲 头是最重要的 同样以此类推 波罗蜜 是所有六度波罗蜜 或十度波罗蜜当中 最为殊胜的 所以你要重视 精进的去修学 看这张 在法华会上 我有讲过 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是 波罗蜜 请看 这是香港大雨山 宝连禅寺的 波罗会上佛菩萨 一般呢 很少是这么供 中间供 释迦牟尼佛 你们看到的左边 是大梵天王 因为梵是清净 所以他带宝冠 右边有胡子的是 第四天 第四天跟大梵天王 在佛成道的时候呢 佛不愿意讲经 他亲自呢 用了法轮 代表法轮常转 再来用法罗 来恭请 释迦牟尼佛讲经 所以佛才讲 四十九年的经论 佛在要入涅槃之前 在呢 讲法华经之前 他花了二十二年 讲过摩赫波罗蜜经 所以可见 波罗蜜经是很重要的 各位联友注意听 我以前来弘扬花言 现在弘扬法华 下一步开始 我会讲 唯摩节跟波罗 波罗是能够断你的烦恼的 不管修净土 你想要让你品位更高 也要修波罗蜜 你想修其他的大乘菩萨道 最后也要修波罗蜜 西藏在皇教 街露巴里面 每天变经 变入中论 或现观庄言论 就是修波罗蜜 所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各位老菩萨 对波罗蜜都比较不熟 所以每天应该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波罗心经 二十一遍比较有力量吧 多念一点 然后再看 为什么呢 请看经文 又前行故如诸法中 在第27页第十行 又前面讲说 所有一切教法当中 相近佛法的信愿行为前行 所以 在诸波罗蜜当中 波罗蜜是前行 所以大致多论你说 佛法大海 唯信能入 唯智能度 意思说佛法大海 就像进这个寺庙的门 第一个你要相信 你相信你才会进来拜拜 或是学佛法 很多人不相信呢 可能住来看一看 你这里面是什么 看一看 观光客照个像他就走 他不相信 很多人 最近我住在双林寺 我很感谢 有很美好的七天 只有七天住在那里福报 丛林 我看到很多观光客 甚至也有外国人来 有时候碰到我还会为他解说几句 他们看到佛教只是艺术而已 他来只是当艺术 事实上他不相信佛教 他是相信什么 相信呢 Asia the art 或是Asia civilization 亚洲的文明或者亚洲的艺术而已 他根本不相信 他看到佛 对不对 很漂亮很漂亮 可是他不觉得我是你的弟子 可是我们佛弟子就不一样 注意听 看到佛 第一个要礼拜 所以你任何到一个大殿或寺庙里 第一桩事情就应该去拜佛 你要拜佛都不拜的话 那你不是佛弟子 这性很重要 第二个 佛法大海为智能度 就像大海一样 从东岸到西岸 对不对 举一个例子 就像新加坡 你要到巴旦岛去 你一定要搭什么 Ferry嘛 渡轮嘛 对不对 你要搭过Ferry 你才能够渡轮 那个这个 这个渡轮呢 就代表是什么 智慧 你总不能到鱼的码头去 对不对 然后你说我自己游泳 对不对 就是海关也不会同意 第二个 你游了以后 突然出现了 大白沙 或鳄鱼 对不对 所以 你一定要有智慧 引导你 你同样要有船 让你到另外河的彼岸 波尔波罗蜜 也是如此 好 一匹 陀那 若不回向菩提 则非 陀那波罗蜜 如是施罗等 不回向菩提 亦非施罗波罗蜜 简单的说 所有的法门 要透过发愿 与回向 发愿与回向 举个例子 像灯来讲 来看 这里一盏灯 佛们常常要点灯 你点了一盏灯 好 你在某前发愿 那一盏灯 假如说 我现在传给 左右两位法师 也一盏灯 那他们也传给你 那整片呢 房间啊 大家都是灯嘛 那你就算灯 停电了 你还是有光芒的 所以意思是说 六度波罗蜜 要透过发愿与回向 才能会成为 成佛的资粮 假如你不做这个的话 你会变世间的福报 举一个例子是什么 像印度婆罗门教 各位 在新加坡也有小印路 对不对 你看啊 他们供印度的师婆神 他们用什么 供很多花水果 一定会放火 因为他认为火是 凡夫跟师婆神 沟通的媒介 所以他们一定会 凉凉凉凉凉 然后拿个火的盘子 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最后呢 把东西丢掉或烧掉 所以他们很重视 所以换句话说 假如你没有回向的话 火就像世俗的火一样 但是假如你懂得 回向的话 是把火呢 转变成传播给别人的话 那就变成成佛的资粮 这是比喻 所以回向重要 请看经文 二十七页第十二行 说回向菩提就是般若 由般若引导 所以你才回向菩提 回向什么呢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请你自己写 这里的回向菩提是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有般若 所以你才会把所有世间 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向无上的佛道 所以已是前行故 所以诸波罗蜜中 诸波罗蜜 标函六度波罗蜜 或十度波罗蜜当中 般若波罗蜜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这叫做菩提出资粮 右看 请看下面 第二十七页十四行 幼珠波罗蜜里面三伦 顿号静音固 注意听 今天要讲三伦体空 有一点深 以般若波罗蜜为珠波罗蜜的本体 三伦是清静音的本体 所以般若波罗蜜为出菩提之粮 什么叫三伦清静呢 就是说一个菩萨摩赫萨 他在行六度波罗蜜 或波耳波罗蜜呢 以举布施来讲 他要有三个条件 一 我编号了 也可以看幻灯片 我把它变成紫色 不念自身 二 不念受者差别 三 不念失果 这很重要 就是说你现在呢 想要布施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菩萨 到菜市场去买菜 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人 或贫穷的人 你布施 你不会说 嗯 我很骄傲 对不对 因为我很有钱哦 我才能给你哦 不可以生这样的心 你应该生谦卑的心 怜悯的心 就像我刚才讲 我去印度 布施给贫穷的人呢 给他一小 太少钱 他还破口他骂 那这个真的让我很压抑的 在台湾也有这样啊 有时候我们呢 去供养别人 或布施别人的时候 在菜市场里面 有时候断水跟断手 或断脚的人 你布施给他 有些会很善根 会谢谢你 看到师父他会说 阿弥陀佛 谢谢 有些呢 他会这样 哼 有什么臭铜钱 才给我十块 你应该给我一百块啊 哇 我想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啊 可是呢 我们遇到这个 注意听 你的境界这种 你就会不高兴 哎呀 你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知好人心啊 我帮你 你还不高兴啊 这时候你也起了称心 这样呢 你就有我职 不好 你这样呢 布施本来是一个善行 反而起了称心 就变成了不好的杂染业 虽然你帮助别人了 可是不好 所以你不要念自己的身份 有些人呢 像他当文武百官 或是王公贵族 或是有钱人家的时候 他是很挑剔的 为什么 人家巴结他 他才布施 人家对他好一点 他才做功德 这些都是什么 太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叫做我职很重 所以第一个 不可以念自己我职 离取能取的对劲 还有自身的分别故 还有一个 布施的时候 不可以有比较的心 我们联友常常在寺庙做功德 或是慈善意业捐款 你不可以说 常常偷看人家 你包多少 我再来决定我包多少 不可以这样 包多少是个人的能力呀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分别 第二 不念受者差别 断一切处跟分别处 不念受者差别 受什么接受 你应该看到碰到人就要帮助他 你不能说 哎哟 这个人我帮他 听说他将来呢 是某某董事长的儿子 将来我帮他 放长线会钓大鱼的呀 这个呢你就有 受者差别 你是有目的的 才去帮他 然后你在员工之内呢 你会发现 哎呀 听说这个人呢 考基第一名了 我对的好一点 明年他当主任的时候 哎呀我就有希望了 这样的话你就错了 你这个不是布施的功德 所以断一切处 处是指地点 分之分别心 你应该平等心 好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有人也会问 师父假如我的福报就只有这么多 现在有人跟动物 两个都要我要去救 请问救哪一个 当然最好是两个都救 因为两个都有佛性 可是万一你要选择的话 先救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佛性 他可以学习佛法 狗当然不是不救 你可以念佛念咒 诵经回向给他 希望他来生 离开三恶道 继续学习佛法 所以两个要选择的时候 要先选人 因为人 他善根比较深厚 可以学习佛法 这是不得已的 但是你能够 人跟众生都不分别 尽心尽力救 那是最好的 所以不要去分别 我接受的人 他有好坏 高官入位 会有没有什么的差别 第三个 不求果报 就是我刚才讲 不念失果 不能说 有些人的话 会特别精打细算 尤其我发现 有些某家佛弟子 虽然呢 他来学习佛法 因为他想要早日成佛 早日成佛 就会像世俗一样 我功德累积多一点啊 那就很好 听到华言经 经中之王拼命印 其他的经 通常都没听到 那这样的话 你就有分别 诗诗告诉你 你听到什么经 什么要做善事的缘 就一定跟你有缘 再讲一个严格一点 假如你受了大乘的菩萨戒 明明知道 有一个人在你面前 是骗你的 你还是要给他钱 但是你要发怨 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哦 他就是知道出家人要慈悲吗 对不对 他也知道我是讲经法师吗 师父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在印度朝圣的话 尼泊尔朝圣的时候 尤其在德里 New德里 我会碰到很多人就跟我讲 拉妈拉 他会讲中文或华英文 不然就叫人家翻译 我要去达伦萨拉 因为从德里到达伦萨拉 是要十二个小时 或十四小时 车子是很远 然后大概四百五十块 五十五百块 二十五块新币 大约车费 他就跟我讲说 我没有钱啊 谁知道啊 真假 骗得很多 可是我觉得 若是以菩萨戒假装 不求失果的话 你应该给他钱 但不要给他太多 比如二十五新币的话 你说 好我真的很想帮你 那我给你五块新币好吗 然后你就会看到众生反应不同 有人翻脸就走了 为什么 那骗你的 因为他要二十五块 没得到 还有人会告诉你 我真正谢谢你 好没有关系 给我五块 我也很感恩你 但是你看转个头呢 他就是要买东西去吃掉了 那还有一种是真的的话 就二十五块以后 他会看到 他给你筹五块 再跟几个五块 五个人要二十五块 这很好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他 假如你真的要帮他二十五块 你说好 你带我去买票的地方 我付钱我买票给你 他就吃不到了嘛 但是你心中要发愿 愿一切众生离开鱼吃 愿一切众生离开欺骗 愿一切众生能够真实不虚 而我发愿将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 这样子的话叫做不念失果 为什么呢 因为诸法没有来 没有去 没有生 没有灭 所以你要常常思维 注意听 我现在不是一个东西 不要计较我自己的身份地位 第二个 也不要计较对方的对象 你不要说 哎呦这个是大法师 多种一点福田吧 对不对 功德很大 那个呢贫穷的人算了 菩萨是平等的 而且不可以有呢 放长线钓大鱼的 这个占便宜的心理 我在印度 闭关的时候 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冷 真的很冷 有一天我刚好因为 有特别的事情出来 出关买东西 我就呢 到了一个印度叫曼迪的地方 去买了五十件的衣服 通通供养全部寺庙里面的拉玛 冬天的衣服 我用我的钱呢 当然我有留一点点 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对不对 可是我后面有讲 布施要分四份 不是叫你通通布施光光 好 先预告一下 在哪里呢 在第三十一页 各位看 三十一页 第七行 三十一页第八行 杂阿含经跟第十一 大乘本身心地观经的时候 佛就教你布施要分四份 没有叫你全部都掏光光 在第三十一页 第八行跟第十一行 你先做个记号 我讲经讲到这里 对 会分四份 所以布施的时候 你要身心去布施 可是呢 你要众生真正苦难 救人是最重要的 好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好 如是 好 再翻回来 二十七页 第十七行 如是菩萨得到三轮禁师 就无能布施的我 无所布施的对象 也没有布施的这个对境 对境东西 这三个你都不执着 尽心尽力布施 第二个 布施 为什么要讲布施 大家要注意听 是断你的贪心 这应该在布施波罗蜜讲 我现在就先讲个重点 很多人都以为 佛门拼命死要钱 其实这是错的 佛菩萨很多钱 他很有福报 他干嘛要你的钱 你供养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没拿到钱 观世音菩萨 世多千亿佛 发达清静月 清静庄严老累绝修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是进去公辩法界的 但是佛门里面 为什么要劝你布施做功德呢 是断你的贪心跟执着 还有你没有福报 所以劝你来做功德 这点大家要了解 所以没有能布施的人 没有所布施的位相 也没有执着所布施的东西 就一切自然就好 那这样的话功德最大 接下来再看 第二十七页第十六行 如禁师禁戒 就是如清静的布施慈戒 等等六度等意如是 就是六度波罗蜜也是如此 假如你有般若波罗蜜 是比诸 有般若波罗蜜作为引导 是你在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是清静的因故 般若波罗蜜为菩提出资良 注意听 我举个例子让你知道 为什么有波罗蜜功德不一样 来 看 中间我们这边是释迦莫尼佛 然后你去买一朵花 或是买一个食物 香花灯果竹 或你供六栽的饭 你供养佛 当然功德很大 可是我问你 假如现在有一只狗 当然新加坡不太容易看到狗 在台湾它有很多流荡狗 有一条狗真的来了 那就看你动什么念头 有些人就说 哎呀 狗好可怜 畜生 我就想丢一碗饭给它吃 那你就是供养佛 跟不施畜生的功德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到一只狗 你就想 哎呀 这个狗 它有佛性 我现在供养它是供养未来佛 我真的很恭敬 把盘子洗干净 然后来照顾它 不要淋雨 让它给它吃 吃完又很高兴请它走 你这时候供养 不是一只狗的心啊 你是用礼敬诸佛的这个心去供养 我跟你讲 跟你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是一样的 相信我 这是华言经写的 可是我们一般都认为 供佛的功德最大 那只狗嘛 它是畜生嘛 可是你没有看到它是佛性 可是假如你听过 波尔波罗蜜的法门 你知道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虽然看到它是狗的形象 可是你知道它有佛性 你甚至发愿说 我供养你 希望我也度你成佛 或是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不要忘了来度我 你看你的心态跟发愿 跟心念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就像我这一两天 住在海印古寺 常住是很慈悲 因为你们平常不可以喂鱼 对不起 我是法师嘛 他就给我喂鱼 那我也是念咒啊 光来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对 归一佛然后念咒 可是我供养他们的时候 我希望也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但是我看到这些鱼的时候 他们也是未来佛 这一世 我虽然是一个出家法师 在新加坡弘法 你看到那是一只鱼 来生一投胎转世 假如他做成人 谁先成佛不知道耶 知道吗 了解吗 假如他有善根的话 可能他在投胎转世的时候 他就往生进佛国土了 所以你看到一切众生的时候 听闻波尔波罗蜜法门 不一样是什么 你的看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看到男生 你不会说哎呀 这男生好丑或不丑 看到男生他是未来佛啊 看到小朋友呢 也是未来佛啊 那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很多人有听到这一段就说 那糟糕我儿子不怪要不要打呢 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 因为他是凡夫 可是呢 你内心里照顾他 跟恭敬他的那个慈悲心啊 是跟你来佛堂里参加共修 恭敬师父跟恭敬怜友 是平等无二的 这个才叫修波尔波罗蜜法门 所以可见 大家都来发愿 大家来都共登 你的心不同 见解不同 还有发的愿不同 得到的果报不一样 知道吗 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此以后 你就会想尽不同的办法去 改变你的想法 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这样的话 你才会慢慢慢慢接受 你的坏老板 因为他也是未来佛 重点是不管他有没有变好 重点是在你转变 你内心的分别跟执着 因为你永远都是看别人的缺点 你永远都是看人家不好的地方 你永远就觉得呢 排斥别人 所以你的心量没办法拓开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证悟成佛 所以听闻般若波罗蜜 这一点很重要 下次你看到狗 动物或是鱼 或是你到新加坡Zoo的时候呢 你又看到 我今天虽然带小孩子出来 全部都是看动物 但是我也看到了未来佛 你的心要这样子的话 那功德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请看 27页第19行补充资料 入中论善显秘语书 入中论请看幻灯片 是月称论师做的 是印度的月称论师 Chandla Clidi 他是梵文叫月称论师 接下来他注解是伟大的 宗科巴大师 文殊施力菩萨的化身 宗科巴大师有两个很了不起的弟子 叫做贾朝杰跟克祖杰 那他做了很了不起的 入中论善显秘书 这本书非常好 但是有点深 是古汉文 那这里面他就有讲 为什么要赞叹般若波罗蜜 请看科判 己一 造论方便先生理共 丙一 总赞大悲 丙二 别赞大悲 大悲里面呢 他又又说 丁一 敬礼 原有情的大悲 这就是 26页第10行的众生原词 好 好 看祭宋 最初说我而指我 是依我所择 着法 如水车转 顿号 无自信 原声顿号 与悲 顿号 我敬礼 我为什么要念顿号 是因为古汉文断句不一样 意思不同 他说 现在告诉你这样 我要看到一切众生 升起慈悲心 那怎么用跟 般若波罗蜜相应呢 他说 最初啊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众生 轮回的时候 就是有我 而且执着是我的 我们凡夫有些人啊 我指很重的时候 都认为什么 我都是对的 你错 对不对 都是你错 都是你错 对不对 可是呢 佛法里面要修自他交换 你要把自己的位置 跟他的位置转过来 你常常要为别人想 不要满脑子都是想到自己 对不对 生的时候想到自己 买房子都是想到自己 赚钱的时候想到自己 死的时候呢 财产放不下 还是想到自己 好 所以呢 这是很难很难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虽然很多人呢 也学佛法 对不对 也念佛或念诵 可是呢 心里啊 都放不下很多财产的 放不下很多很多东西的 这表示你的执着太深 所以你执着我 而且我所 赐言我所 责着法 你觉得我所 我所拥有的房子 我所拥有的车子 我所拥有的孩子 我所拥有的一切 待会我会讲 释迦摩尼佛 布施的故事 对不对 他呢 遇到天人来 跟他化缘的时候 他连这里 他带的孩子 跟财产都能布施 这不是故事 这是真的 佛真的能够做得到 因为他布施 所以他有很大的功德 他说 破除了我 跟我所 跟我执的话 那你就了解 一切是无自信的 我们说过嘛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 跟明天的辛红诗 身上的细胞 每天每天都在变 对不对 其实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如水车转 转的看这里 新加坡现在看不到 在台湾还有 乡下有水车 你们去看过 荷兰的风车吗 对不对 这风一吹的呢 水它就会转 转了以后呢 它就打水 一桶一桶的水 对不对 打下来 打下来转 意思说 虽然都在打水 可是每一桶的水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你要 升起慈悲心 好 原声 顿号 与悲我尽力 就原声呢 就升起众生 慈悲心 广度众生 佛教徒为什么 都会升起着 广大的悲心呢 有缘跟无缘 我都能够帮助他呢 有两个原因 简单的说 以轮回的角度来讲 他过去是当过 我们的父母 师长 亲朋好友 第二个 第二个 以空性来讲 这些呢 都是帮助我 证悟空性的 真上缘 你想要成佛 去了解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从哪里修 就要去从 度众生的当中 去磨练自己 所以这叫 原声 与悲 我尽力 这个寄重有点深 慢慢听 第二个 敬礼 缘法跟无缘之大悲 他举于什么 众生犹如动水月 近期摇动雨 信空 主义听 我们 需要我暂停吗 录音的先生 不用啊 OK 要暂停可以通知一下 没关系 不要待会讲的法喜充满 你说师父 空性到了 没有路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好时光倒流 再重新讲一遍了 OK 好 他说 佛经常讲 千江有水 千江月 注意听 天上有个月亮 然后呢 现在到影 那不管是 大的海 或是大的 或小的湖 乃至有 水盆的地方 他只要一照 都有月影 那请问 各位 你看到月影的时候 你看到啊 比如说 湖里面有个月影 月亮 就像李白一样 你知道李白怎么死的吗 就是喝酒醉的时候 看到 哎呀 月亮水中月 太美了 我要把它摘回来 就一抓 董起来就跳死了 李白就是这么死的 很可惜 他听闻佛法 但是还是喝酒 所以 他很难控制你的心念 这个必欲说 水面上啊 他有个月影 风一吹的时候 他就会摇动 对不对 甚至你丢一个石头下去 那个水波都会动 你也会看到那个月影呢 大家有动 可是我问你 你看到月影呢 一直在动动动动动 等到水进的时候 哎 月影又会陷了 假如你观想一下 你的手真的很长 你会有拿竹竿去捞它 你捞到以后 有没有抓到月亮啊 没有 这个代表空性 水中的月影 你看到是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有 真的眼睛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但是你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它假的 所以你不知道它是空性 所以为什么会动摇呢 是因为呢 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个必欲是说 众生他的心是空性的 但是在轮回里面啊 我们随着夜而轮转的时候 我们今生投胎 做每个国家不同的人啊 我们的心是会动摇的 那天上的这个月亮代表是什么 你的法身 所以虽然你投胎不幸为做人 或狗或猫 可是你有佛性 其实你没办法显现而已 所以另外一个批语是什么 新加坡圣陶沙的水舞 你看他跳舞很漂亮 哇音乐啊对不对 赶快啊 我们大家买一部人票啊 对不对 我听说现在水舞好像更进步了 我是十年前看的样子 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次 眼陪老上在光明山 晋山的时候 我来新加坡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 很多很多年前 那时候我也看到水舞 真的很壮观啊 还有音乐 还有跳舞对不对 还有像个美女 还有像个海浪 可是呢 你都把它当真的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喜欢这种娱乐 当然这是很高科技 很赞叹新加坡有这样 可是你说学习佛法的人呢 你除了看他漂亮之外呢 你不会执着 你知道这是假的 了解吗 可是一般人呢 他是执着真的 甚至他会想说 这跳一跳水舞呢 他会不会有个美女跑出来 然后呢 晚上做梦的时候 就梦见美女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美女从哪里来 是你的心中打望想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一切终生 它是与空性相应的 这很重要 所以这里讲 法原词跟无言词 就是以空性相应的结果 再看第二十八页 又大果故 接下来我再要讲快一点 这并不难 因为波尔波罗蜜 让你证到 就近了空性的这个功德 所以有很大的功德 波尔波罗蜜说 大果就是殊胜的功德 结果 大果这里不是水果 是result huge result 然后呢 这个果报会胜过其他的 珠波罗蜜 就是不失 持戒忍入 精进 前五度 请看第十五诗 菩提心福德 即以摄受法 于空若性解 价胜十六分 若一个人发了菩提心 又有福报 以善法来摄受自己 也摄受众生 对于空性 于空 顿号 假如他念 波尔心经 或修 波尔波罗蜜的法门 他有相信的 这个证件 跟了解的话 他的功德 是胜过其他的十六倍的 这是比喻 看 毗罗摩经说 大果因缘 始终因说 为什么呢 这个大果 就是殊胜的 波尔波罗蜜的 这个结果 是为成佛的 菩提资粮当中 最重要的 根本资粮 叫初子粮 再看 问曰 问三 何故波尔波罗蜜 为菩萨之母呢 答曰 因为能出生 一切的菩提心 能够方便 设受一切的教法 波尔波罗蜜 可以出生菩萨 让菩萨 生生世世 广度无上的菩提 而不求 圆觉跟独觉的结果 因为能够出生 成佛的因故 所以波尔波罗蜜 视为菩萨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左手边 这针准提菩萨 十六只手 你有看到吗 他这么多诗手里 正中间是什么 合掌的 你拜佛的时候 他也拜你 这就是了解空性 为什么 注意听 我们一般凡夫 我们拜佛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观世音菩萨会说 善男子善女人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对不对 你怎么那么混 对不对 上次发了愿 怎么没有来还愿 观世音菩萨不会这样想 这是凡夫这样想 但由我执才会这样想 听到 你来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拜你 为什么 你是未来佛 这就是了解空性的人 看法不一样 所以你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雕 不敢在双灵寺啊 或是扶海禅寺 观世音菩萨 中介只有一定守 他一定也合掌 礼尽诸佛 了解吗 因为他无我 所以他看到你的注意听 他看到你有三个地方 体相用 看到你的本体是 你也是佛性 你是未来佛 第二个相貌 你是男生跟女生 你先来知道 他知道你 第三个 用的是你今天拿花 拿来灯来求什么 他通通都知道 所以有些连友 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我们去求 观世音菩萨怎么发愿 我要怎么去念 就像你对爸爸妈妈 说话那样 很自然跟真诚很好 很多连友发愿 还要打草稿 哇念好多页 念不完 我想观世音菩萨真累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还是很真心听 因为观世音菩萨 心是空性的 像刚才讲 会反射一样 千江有水千江月 其实你求什么 他都知道的 所以有很多连友都要执着 说哎呀 师父我这个功德 执着一定要写名字 名字是需要的 因为云云众生 还要问我要不要写 几岁 出生年月日 还要不要再写柱子 我说难道观世音不知道 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吗 这就是了解般若波罗蜜 跟没有了解般若波罗蜜 差很多 当然你虔诚的求 还是可以讲重点嘛 对不对 所以观世音菩萨 你拜他的时候 一切诸佛也拜你 但是呢 你虽然有佛性 但是你现在是凡夫 我们的功德 没有像佛菩萨这么庄严 还没有圆满 这一点大家 请看下面 幼稚五波罗蜜当中 如叫做 明波罗逆波帝也 其实这个是唐朝的汉文 我查了一下 应该念成是这样 Platinia Palamida 对不起 我上次在打讲义的时候呢 比较冲促 我没有打进去 请你自己补 明波罗逆波帝也 其实以唐音 不是以现在波波波波音 应该是 Platinia Palamida 就是波罗逆波罗蜜的意思 明是指本性 波罗逆波帝 是指送的意思 就是这个是指姓像 即为摩多 摩多 摩多我查了一下 是指母亲的意思 这是印度的梵文 好 这段会比较难懂 请看 摩多翻为母 于生硬血自身运当中 摩多字是从 这个Platinia Palamida 的低语当中出生 没关系 这段听不懂 无所谓 它是语音学 很深 就是说 中国的佛经 是从梵文翻到中国 梵文这样的时候 注意是唐朝 所以唐朝 并不是像我们读这样 波波莫波 我举一个例子 河流 Liver 我们台湾叫做江 请问你们台语怎么念 福建话怎么念 江 江 对 江 所以河流呢 应该是念江 不是念河流的流 我们现在念流 是因为波波莫波 从民国时代 蔡元培以后 改为波波莫波 可是以前 唐朝的 我们讲Liver的时候 是念江 台语你念江 福建话里面用江 所以你看到 有很多古汉文 你看不懂的时候 你用台语念 你就会念对 这是跟大家讲 好 大部分 接下来看 好 看这里 摩是 名是摩多 Modo 体性 波拉波尼 第一次受 摩多意识 Pramitta的意思 叫做菠萝蜜多 新加坡不是有卖一种 菠萝蜜多的水果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对呀 就是这个 我讲的没有错 不是说笑话 菠萝蜜多水果 菠萝蜜多的水果 本来是出产在印度里面 后来流传到各个世界 现在东南亚 马来西亚 或新加坡都有 也有干的 其实你吃菠萝蜜多 是希望你得到 波耳菠萝蜜多的智慧 对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不是说笑话 是真的 正翻为放智 然后以智为什么 母的意思 就像母亲的母 它必欲是什么 像母亲生小孩 请看 28页17行 母亲生小孩 有时候孩子会哭啊 他有时候要抱着 有时候放在床上 有时候呢 太热的时候 放在地板上爬 你看小朋友就很开心啦 对不对 所以当妈妈很辛苦 同样 波耳菠萝蜜多也是这样 当菩萨要求菩提的时候 在菩萨道的时候 他对于波耳菩萝蜜啊 要把他放在哪里呢 把 不失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 这五度呢 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空性的智慧中 因为这样放在空性的智慧中 他功德大 面力大 所以他成佛更快 所以讲 已能置之于菩提 菩萨故 说波耳菩萝蜜是菩萨的母亲 所以佛经里面有 波耳菩萝蜜佛母 这次很抱歉 我今天找不到 波耳菩萝蜜佛母的照片 明天我在上网找给大家看 波耳菩萝蜜佛母呢 它是有一个佛像的 接下来 这个刚才讲是母亲 第二个意思是指放置 第三个呢 是指量 度量 请看28页第14行 又以量也 如言叫做 マヌニ マ是指性 摩尼会送 此际性相 就是摩多的意思 这是语音学 在智深论当中 摩多 modo就是从 manuni这个语词演变来的 这讲的是梵文语法 盲是体性 模拟是soul 所以它的意思 muni正翻为是指测量的意思 表示说 以测量为根本的意思 它举例说 像妈妈生小孩 随时都会失量 量在中国有很多 一字多语叫失量 它会想什么 哎呀 我的孩子啊 现在天冷了 有没有 小朋友啊 你要做妈妈的人 带他去做捷运呢 天冷了 对不对 冷气开太小 做妈妈了 自然就会帮小孩子穿衣服 天热了 就会帮妈妈脱衣服 不 妈妈帮小孩脱衣服 对不起 长太快了 这个儿子长太快了 sorry 就说妈妈会帮小孩去脱衣服 所以妈妈从早到晚都会 为小孩子去考虑跟私量 这个意思是这样 比喻行菩萨道的人 要念念为众生去考虑跟私量 所以随时酬量顾 他说这个是我的孩子 现在肚子饿了呢 就给他饭吃 现在呢 吃太饱了呢 就减少一些食物 所以妈妈会 喂饭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 天下的妈妈喂饭都很高明呢 喂小孩的时候 吃饱了 小孩子吐出来的 他就知道吃饱了 对不对 要每一个养过小孩子的人 就拼命喂哦 对不对 所以做妈妈是很细心的 为什么 是出自于天性 同样以此比喻 菩萨亦父如是 他在行布施菠罗蜜的时候 他会考量自己的身份跟能力 同时他在布施对象的时候 要考虑众生欢不欢喜 注意听 我举个例子 请问各位 你们生日的时候 朋友生日的时候 你都送他什么 Happy Birthday 都送什么 生日蛋糕嘛 对不对 大不然你还送他什么 你们都送钻戒吗 都没有钱 换句话说 你送的时候 一定是送他需要的东西 我这个比喻是说 菩萨布施也是要 要满众生愿 要送众生需要的东西 有些人 他很喜欢跟人家结缘 但是没有般若波罗蜜 送的都是给人家麻烦的东西 这个不是布施 这是呢 Duty rubbish 所以菩萨要学会呢 你给人家的东西 是众生需要的 这个要有智慧 所以 我应如是布施 我应欢喜布施 我应如是持戒 我应欢喜持戒 以示自良因缘故 说般若波罗蜜 为菩萨的母亲 谢谢大家